另外这两口子导演蔡月勋 她的电影《痞子英雄》 电影版即将要在高雄开拍 但是老婆大人余晓慧 现在已经停了八个月的大肚子了 她不想说自己拍电影 就不管老婆生小孩 所以决定全家搬到高雄去 而余晓慧这次怀第三胎 打算要在家里面温柔生产 家里面点满蜡烛舒舒服服的待家生 父母在家里开心的迎接小贝比的到来 欧美提倡的这种温柔生产的方式 在台湾一直没有造成流行 不过现在知名导演蔡月勋和妻子余晓慧 决定要用温柔生产来迎接腹中的第三胎 余晓慧和蔡月勋一直都是演艺圈里头 令人称陷的夫妻党 余晓慧前两次都是自然产 已经有一儿一女 这回第三次又怀了儿子 父亲俩决定响应欧美提倡的温柔生产 也就是在家里点满蜡烛 舒服的迎接小宝宝诞生 因为一般在医院生产 都必须经过倒尿剃毛催生等动作 而所谓的温柔生产 也就是一切以舒服至上为原则 像是生产前准备一盆温水 若有需要 孕妇可以在水中舒缓不适 或可以随意四处走动 现在叫做温柔生产 那其次也就是回归大自然 回归自然生产 尽量不要用药物不要打针 不要给一些刺激 不要催生 不要有压力的方式 听这八个月的大肚子 余小贵这个月还跟着老公蔡月薰 乔迁到高雄定居 蔡月薰更以每个月七万块钱 租下高雄的海景豪宅 当作产房 准备以最原始最温柔的方式 在家迎接新生命 中间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